长厨 洗净的茄子用刀拍扁 撕成粗条 去除包装的午餐肉切成厚片 洗净的圆胶切开去籽 切成小块 洗净去皮的土豆切成不规则的小块 洗净的西红柿切成小瓣 用油起锅倒入姜片葱段爆香 倒入土豆块 茄子条 豆角 淋上生抽 翻炒上色 倒入高汤 放入午餐肉 拌匀 再加入盐 盖上锅盖 大火炖10分钟至熟透 掀开锅盖 倒入西红柿瓣 原胶块 翻炒匀 营养分析 西红柿含有胡萝卜素 维生素C等成分 具有促进食欲 增强免疫力等功效 放入鸡粉 再稍微煮5分钟 关火后 将炖煮好的菜肴盛出 装入碗中即可 制作知道 食材可以先过一道油 色则会更鲜亮 看视频 学做菜 欢迎订阅 掌厨 感谢你的点赞 评论 留言 与分享